AudioJungle 将至少有两艘同型舰投入使用,由于有基辅级航母等前行舰的技术成果作为铺垫,所以乌里扬诺夫斯科级航空母舰的前期发展工作还算顺利,该级航母编号为1143.7型航空母舰,1984年乌里扬诺夫斯科级航空母舰的设计方案开始规划,在1988年首舰就已经开工建造, 至1991年底,已经完成了30%的工程量,作为第一种素质核动力航母,乌里扬诺夫斯科号的反应堆技术,已经趋于成熟,当时基洛夫及核动力巡洋舰所使用的KH-3型核反应堆,为乌里扬诺夫斯科号的发展铺平了道路,KH-3型核反应堆经过改进之后通过了验收,其型号重新定义为KH-3-43型反应堆, 每具反应堆的功率高达300多兆瓦,但是由于没有更多的经验可循,所以乌里扬诺夫斯科级航空母舰仍然保留了华越式甲板设计, 这种排水量达到8.5万吨的航母实际上已经有条件可以使用蒸汽弹射器,但是由于弹射技术仍没有经过充分实践, 所以预留了华越式起飞方案,这一起飞方案也应用在库兹涅佐夫号和瓦良格号之上, 比较可惜的是,两艘乌里扬诺夫斯科级航母最后都没有完工, 其中完工30%的乌里扬诺夫斯科号后面又拆成了废铁卖调,而二号舰干脆就停工了, 由于当时KH-3-43型反应堆已经研发成熟,所以黑海造船厂曾经计划将此种反应堆系统卖给俄罗斯, 不过俄罗斯最后也没有要,于是,曾经一度令人十分期待的乌里扬诺夫斯科级航空母舰最后没能投入使用, 如果这些核动力航母能够入役的话,它们可能会是紧次于美国尼米兹级航空母舰的最大核动力航母, 而且乌里扬诺夫斯科级航空母舰的舰带机携带数量和起降效率,也紧次于尼米兹级, 就好看,所以看起身的这个温和配器行 популяр的汇温计划将美国尼米兹级, 如果我们预充就有作用一次内容更加可以最后预带的子供方式,